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永利公總廚,譚國鋒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家常菜是香菇椒醬肉 裡面的材料有鮮冬菇、雞腿菇 又或者在家裡自己燜好的冬菇 用來代替也可以 這裡就是潮州的菜譜 又或者叫蘿蔔乾 五香豆干或者素雞都可以 肉,我們今天是用梅頭肉 比較健康一點 如果喜歡油香豐富一點的 可以用腩肉 又或者用燒腩切粒也可以代替它 蝦乾又或者用蝦米 炸花生,我們可以在家裡炸 或者在街上買回來也可以 蒜蓉、薑蓉 紅洋蔥,我們用來切粒 青紅椒,我們可以切成菱形 做裝飾肉 鮮膜肉 鮮肉 然後加入少許的油 炒香新鮮的菇類 同一時間我們可以加入少許的海鹽 然後灒少許的水 這樣可以令菇和調味料融入水 看到已經變成金黃色 我們要把它倒進去 現在我們再加入少許的油 煎香那些五香豆腐 又或者素雞 你會看到那些豆腐或者素雞 已經是醬了 那就倒起它 然後我們就煎一煎菜脯 又或者叫潮州菜脯或者叫蘿蔔乾 你可以聞到那些蘿蔔乾炒香的味道 我們先把蘿蔔乾和豆腐粒放在一起 好了 現在就用少許的油來煎熟了那些肉粒 現在已經是兩邊都煎到金黃色了 那些肉粒已經很漂亮了 我們就把這些肉粒倒起 現在那隻熱血鑊還有一些油在這裡 我們用來煎香那些蝦乾 再把它倒起來 還有這些油剩下 我們用來炒青紅椒粒 還有半匙匙的清水 和半匙匙的清水 你可以聞到那些青紅椒的香味 這樣就 會再轉過第二隻鍋 我們現在就燒熟了第二隻鍋 先炒香那些薑蓉蒜蓉 先炒香那些薑蓉蒜蓉 然後就是洋蔥 這個麵醬就是我叫做麵糞 一茶匙多一點的麵糞醬 把它炒香 還有就是我們會加少許五香粉 還有就是我們會加少許五香粉 那現在就把其他的材料 我們都回鍋了叫做 我們就加一些清雞湯 又或者是水都可以 如果是在家自己做 方便你可以用紙包裝 或者是半湯的清雞湯 那現在就再加很少的麻油 一匙匙的紹酒 和片糖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我們又加少許蠔油 拿來調味 那已經是看到那些水分 是已經收乾了這些醬汁的時間 那些青紅椒粒 我們先放一半下去 那現在我們這道 香菇椒醬肉 已經完成了 就去到最後的步驟 就是上碟了 那我們會很小心地 將這個已經收了醬汁的 焦醬肉 把它轉到一隻 自己喜歡的心碟那裡 有一部分的青紅椒粒 就已經炒勻了在一起 那剩下一點點 我們會再加 這個焦醬肉 這道菜的上面 讓它可以多一點顏色 那就發生了 我們最後才加上去 就是如果炒的時間 已經加上去 就會潮濕 那就沒有這麼香脆 這個香菇椒醬肉 就大致已經完成了 這個香菇椒醬肉 就大致已經完成了 西餐他們會叫這種切法 叫做Diamond 我們會先切一片出來 將根拿走 然後就切齊了它 一條 兩條 三條 將它拍斜了之後 收了少許厚 不要 我們直到這樣切下去 這個青紅椒角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菱形 又或者叫做Diamond Can 不 – 哪 做Diamond com 我們應該是否 可以賭� 做Diamond 我們可以幫我